謝謝玉米幫我來分享 那透過這個分享大家可能就走了一遍 就是到底這個搶救臺典宿舍的這個運動 到底中間就是他們做哪些努力 還有他們以民間的力量來做這些導覽 調查大致上可以摸到就是至少這個 那些宿舍群長反映了整個從日時期到藏後 不同時期建築的這種生活式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時間 其實接下來的時間 慧美老師你要不要提 你要不要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賴基金會 我們就是 當年是因為賴美人去過高兵閣 所以我們才參與那個高兵閣 就是招鐵人員的搶救 對,那後來三姐宿舍是一個 搶救運動過程 因為我看到很多當年輕人的投入 然後很多 就是已經有半年輕生會 還有一些夥伴在參與 所以我們就 就是覺得 那就是可以用協助的方式這樣子 對,那其實我們有一些 所以也是 因為這一次的 這個狀況好像不太一樣 就是說 它變成 它是一個很大片的宿舍區區 對,那到底要怎麼樣去做搶救 然後不同的人 不同的想法 對,那我覺得這個過程也刺激我們有多討論 對,那慧美老師 我們也有 最有一些討論 慧美老師要不要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講一下 我們 至少從我的角度看這件事情 那個 他在四月 因為三個大家都很High 對 家庭人都聚集在台北 那時候就看到雲仙在網路上說 除了關心學院我們也要關心彰化 那時候就知道這件事情慢慢會跑出來 但是那時候不知道 彰化有多少能量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我看那個玉米慢慢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感動 不過 這過程有一些具體 我們其實有一些東西都被設計的 其實我們自己都不曉得 唉 當初我跟林憲有判斷 但是他們開記者會當天 我剛才有很多東西 大概開記者會當天 我們是進到縣政府 跟建設處 跟台鐵局合作工一段 就發包在車主工程那個當地的 我們開協調會 然後本來協調會是暫定5月11 就要沒有辦法往前 我覺得要是故意的 就變成是跟記者會同一天 所以我們必須兩個人去跑 所以我就被分配方去參加協調 那協調會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那時候真的很快的 他要我們有個回憶 因為台鐵局一直講說 他兩禮拜後要裁 兩禮拜後要裁 所以我們也知道 還沒有完整的調查之後 做那個18個 18個其實不是決議 其實沒有到決議 因為他白紙黑字都沒有寫出來 所以有點擔心 他就會換回 所以說爭取到多一點時間 要進行調查的時間 可是我們就要以實驗是不夠 可是那時候當下的期間 就這樣做我們的決議 後來時間卡的其實緊緊 是老天人在幫助我們 就彰化線文資審查會議 建議就來了 所以他們提進去的會議 提進去的審查案 馬上就可以進行審查 所以一建議 到時候時間卡的情節 所以你們覺得說 這麼美好 其實我們在國內搶救飛 因為很多古籍突然都是不美好 你當作一半 它拆得越快 所以你會把你比較反韓 你只要反韓 力量越大 它別人跟你拆 而且憲政有把拆照 直接發下來的時候 好 別人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連反應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們跟林希希有一些討論 那種動作 稍微有一點協調的 協商的空間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跟鐵路醫院 非常不一樣 無鐵路絕 雖然拉回來那個陳寗 六二大號那個鐵路醫院 當初那個也是一個 兩個都是都市更新案 所以越來我們這一代 面臨都市更新的議題 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比如說大福事件也是一個 南地的也是都市更新的一種 另外一種的呈現 通通一樣 可是台北鐵路醫院的導船 它面對的是都市計畫區裡面 住宅區的都市更新 所以它有開發的壓力 當時我覺得擋那件事情 是擋到人家的開發壓力 其實也不曉得 其實也是蠻偶然的 它就通過 我們其實沒有把握 沒有那麼大 沒有像這次 真的沒有把握 這次我覺得它不被拆 沒有那麼多 或是它拆的拆的部分 是因為這塊地 剛才跟你們講到 它是公園預定地 所以它沒有擋到這樣的財物 它本來就不需要保留 只是公園要變成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來討論 但是當然在有一派的人 他們會覺得說 那公園應該是公園的樣子 不應該全部是房子 所以在官點下面 他們有討論出來說 有些要做開放工具 根本全部都是房子 這種暗力國內非常多 比如說台北的寶藏園 寶藏園也是公園 三層的寶藏園也是公園 所以它做整區就保留下來 作為公園 我是知道跟我的朋友 討論之後發現 全部都變成房子的公園 其實會有一點點問題 會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那是不是有一些 有適當的開放工具 做公園 但這可以討論 我覺得這可以討論 不是我們這邊講究一定對 不過我是還蠻開心說 它現在走到這個階段 真的就是像玉米娃娃講的 下部我們要做什麼 那有機會的看法 因為不知道這個比較可能要先走 我們現在其實有一點 全台灣各地再打一個 城市的文化園幾戰 你搶救多少 都搶救多少 可是有更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整個城市 我們整個縣市 我們生存的地方 我們要的文化園幾戰 這可能是我們需要討論的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清楚的知道 我們彰化室所有的古蹟 跟歷史建築 應該好好被對待的時候 那我們的文化規劃跟文化政策是什麼 這可能要拉到非常高 比如說拉到 年底就要縣市場選舉的 我們有沒有民間黨的文化政策 白皮書 我們可以透過這一次 就是一流傳國的 我們提個長法等出來跟他們對話 要不然下次遇到 另外一個台語書社說的話 我們還是會做一件事情嗎 另外這件事情 我覺得 民間黨是非常重要的 他最後還是會畫 會畫到政策跟規劃裡面 來跟他們對話 要不然我們永遠打不完這場仗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 我最近看到一個東西 我們就說 剛剛我們在收完 就是我們叫人區 一定的 我們覺得那是段進解答 不過問題就來了 接下來 講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民間跟一貓在談 核化的問題 核化的問題就是 我們覺得它是政府的責任的話 它通常跟你搞一些法條下來的時候 你搞個十年八年都搞不出來 你反而說民間跟一貓是罪的話 反而它比較能出現一種可能性 可是最重要你們拿捏 要官方支持你的這個計畫 也是要幫我做 可是另外一個很調補的就是 我們要轉輪資審查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搞的話 我這樣網絡也很清楚 我們這樣搞的話 如果最後沒有辯子 那調查研究計畫 有一個規分的話 那個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會必須罵到官方他認為 那個規劃程序 或是法定的規劃程序裡面 應該要完備什麼東西 我們要進那個裡面 它才能夠進行 那不然它還是公園一定地 它也是國家的憲政法 它也是憲政法的土地 上面的兩者是憲政法的資產 它不會變成我們一般老百姓的 當然是我們的財產 可是局勢選在他 你還是要跟他對話 我覺得年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或是現在的年底之間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必須要討論這件事情 最後他必須納心來講 那可能的縣長參選 他必須對這件事情做表態 那當然我們在什麼努力 那個最後 搞不好一個晚上 他跟你講有分隔位 然後第二天就要做什麼 我們就回了 那時候載了什麼力量 就有點比較麻煩 那這是我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就是問我們自己 民間要去活化他的行動力 跟彰化線、彰化室 活化他的能量代表的多高 這是民間長期關心的 所以他要講說 青年創意要放進來 其同學要創進來 第二件事情 我們的文化 彰化城市的文化業景 代表是什麼 讓你們這個透過不斷的論壇 把那個地方討論出來 然後跟剛剛有所對話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做所有民間力量 我們現在做運作的事情 要更納到政府的文化規劃裡面 來談這件事情 那場就會有辦法落實 我的簡單的看法是這三點 謝謝 謝謝問題 兩位要不要回應一下嗎 還是大家先討論 其他則參與搶救的朋友們 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 因為我真的 我自己也是有點沙龍火 就是為什麼會有洋種種吧 然後大家好像 就是大家其實也有很多的出發點跟考量 對 那因為之前那個報紙 記者把它寫了分裂之類的 可是其實沒有去了解說 整個運動的脈絡到底是 為什麼會是有不同的主張跟不同的想法 對那這個也不是說 就是說因為那個搶救運動真的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是 每次他都跟你講說下個關就要猜 下個關就要猜 所以你到底有多少是可以 掌握在手裡的籌碼 其實是不一定的 對啊 所以運動的推演過程裡面 你是因應著當下 其實是判斷去做出回應 對那這裡面大家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可以走到這個地步 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它是一大片的 整個宿舍區的保持 因為我剛才想要分裂兩個次 我想說因為齁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跟國超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 半信行程會他已經有去談 而且談到已經就是有點類似說 保留了好像有一種錯覺上是18懂 可是實際上我看到那個公文是會有問題 因為他確實保留94懂 暫緩猜是14懂 所以那14懂隨時是會可能被拆掉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好像會變成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就很內心的正常說怎麼辦 那而且現在就是說已經好像 那如果我們去跟憲政不在一起結槍的話 他說 欸你們不是都已經跟我們談的差不多 差不多都這樣結論你出來了 那他說我們想說怎麼辦 那這樣怎麼去談呢 他可能會不理我們 我們做假設說 會不會他就不理我們這樣怎麼辦 那我們就想說 那好 那我們就故意用一個 因為那時候那個吳瑋公有問我說 欸我給你們用分裂零件這樣怎麼樣 我說你不要用自由紙這樣很輕 其實我們沒有分裂 我們只是在講 在第二階段的 在保留他的方式 有什麼方式可以再繼續保留 再用另外一個階段 那我們就說 欸如果萬一用做一個切割 可能有些大家 欸因為這個是一個民主社會嘛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們就覺得說 欸是不是也應該可以再 再繼續說 欸我覺得有很多需要 再值得被保留 現在就像玉媽媽說的 那一棟也很值得啊 哪一棟我們也覺得很好啊 那所以很怕漏掉 然後我想說 欸那我們是說 然後再重新做評估 然後全面的重新再勘查一次 然後很落實的去做 後來我們就想說 欸用這種方法可不可行 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 有什麼方法 然後我們想說 用公文先去檔 後來就張英文也就很及時的 就租金也協助 就有名時發一個公文去 去看能不能先檔 後來又想說 就有人建議說 欸是不是說 因為 欸營建署有三百多萬 那個錢如果不給 不給縣政府或那邊 就是台鐵沒有那筆錢 他也不會做怪 所以我們想說 那就把那筆錢先卡死 所以直接讓他回收回去 沒有錢 那他沒有錢就不會蓋 就不會拆了 因為 建商就是要有錢 他才會去拆 他想說 把他搞到沒半毛錢 那就沒辦法做 那至少好像 我們也可以暫時再保留這一段 就覺得好像這樣比較安全 後來我們就決定 就用這種方式 然後後來 那個 那個國差也有提到說 其實鐵路局管的是交通委員 其實我們很可能 我們都一直被台灣的立法委員綁架 就是交通委員 那是不是說 彰化的交通委員 因為我們後來透過一些 認識的委員 就是有去找一些委員 然後他的委員說 不好意思 你彰化本身就有交通委員 你為什麼要來找我 不要來找我 然後後來我們就說 蛤不要來找你 那後來我們就查 欸衛名古大是我們交通委員 後來我們就去接觸他 說啊這個很重要 而且你要出來許縣長 我們就先抬舉他一下 然後你這個理念很重要 一直跟他說服他 後來就 好啦我就來用個協調位 然後後來我們就因為這樣 趕快發個公文 因為他要有公文的余據 跟那個 才能夠繼續做 後來我們就很 非常的 第二天很快就很快速 就趕快發一個公文 就用彰化醫療界聯盤先發 因為有些團體他是沒有法人組織 所以就這樣子先做 那做了之後 就是覺得說 欸至少我們先把錢弄掉了 可是現在其實也不太清楚 所以也是很緊張 其實他還是 其實他還是在非常的危險 那可能又有一些 他們搞不好又破解了一些 就像那個 在南產業園區一樣 他們用租刃的方式 然後可以繼續蓋 蓋工廠啊什麼 還是可以繼續做 我覺得他們好像都在跟我們玩法 我覺得我們很可憐 所以台灣的法是自費武功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年輕人真的能夠 好沒有玩法 那我們就 把法的經濟更通 打外他們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說 其實我們沒有非力 我們只是說 做一點那個 然後能夠有第二階段的 繼續打電 這樣子 大概就目前是這樣子 送你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那就是一個人 不用自己的過激 陸妍瑜說他要補充什麼 欸 我在馬上說 對啊 我們真的是沒有分裂 因為那個 國差還是舉個例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 就是說那個 他想要覺得 到這邊 累人就先下車 有任務IP人 你要上車 繼續往我們將點前進 所以都是這回事而已 我覺得是剛剛的 我再解釋一下 如果一剛開始 我們就有界定 一個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話 我們當然不會去接受 縣政府的協調會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被界定 要開始從協調的過程中 找到我們最大的 文化的價值 跟我們要的 城市的發展和權力 我們當然是這樣想 所以在 我記得是4月17號 縣政府開第一次協調會 沒有位置記錄 還不准拍照 還沒有簽到簿的協調會 很詭異的協調會 那協調的過程中 我忘記那時候是說 民間趕快提出你的想法 所以那個 那張圖剛剛 民間放了 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看到覺得很壓力 那張圖 那個是 我們接受到第二次協調會 就下午半要開協調會了 我們趕快找我們兩個 其實只有4個人 這個是黑箱 我們自己也承認 小組又黑箱 是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 不是一個運動的型態 所以要參加那個協調會 我們被通知要參加那個協調會 所以4個人就趕快想說 那你到底需要什麼樣的 公演應力上面 文化智商保存的樣貌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4個人沒辦法決定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可以討論出 4個人想要的樣子 所以 一個是翁金、朱、潛、立 又是蔣允全老師 我們就在那裡討論 說 現在 現在沒有辦法跟現在沒有很大的衝突 好像不是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看看底線在哪裡 我們自己畫一張圖 所以講到那張圖 不是我畫 那張圖 到最後 在協調會 第二協調會 我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可以用了這張圖 來決定 來決定 什麼東西要保存 或不保存 你不是限為不義嗎 而且我沒有調查 我還沒進去做實況的 這張紙是跟你講 我們民間需要有一個規劃的樣子出來 你要做 而且我們的想像是這樣 他覺得 現在我就拿開張圖 你們覺得就是保留這幾棟 其實不是 我們試案每一棟方子 都還沒有了解 中共下本來讓我們畫出來 因為要參加第二次寫卡圖 所以那張圖 必須要出來 所以以至於後來 自有實況的記者覺得說 那是分裂 或是用分裂兩個字 其實因為他九天三可視 老先民間團體 要的保存的樣貌 其實不是 那會不會就要在裡面產生了 那我再講一下 我覺得 如果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 就應該是讓他連續下去了 比如說 我覺得張畫師 要在他線 下次要面對同樣事情 這當然不會是最後一個 所以未來看我們應該要怎樣的公民文化運動的面對這件事情 其實這是我比較不安心的 那不然還是一定要嗎 就是 那天記者會是 有一天下午 發揮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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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台北書就去看看 他就沒有進去看 就幫長決議了 在母親節期 我們要辦一個記者會 而且他跟我都要同時出席的 而且時間我們是比較悄悄的定 就一定出來 第二天 他就接到現在我通知 當天要開寫稿會 那 非常快 所以我們 一下子沒有辦法反過來 所以感覺他 人分兩分 對事情的看法不一致沒有 我從頭到尾都覺得 應該要全區調查 全區評估 然後全區 有的看法不是說全區保留 是要全區調查 全區評估 再來看看他要怎麼做 這才是最合理的 所以跟大家看法是一致的 那這件事情 照到我講 應該是縣政府文化局應該做的事情 只要全部對到民間 我覺得是有點奇怪的 是沒有辦法 我們就面對一個這麼弱的 這麼弱的縣政府 所以沒有辦法 就是 當然跟大家知道說 文化資產保存 在文化資產 保護的那個責任是在文化局 那大部分責任不會在我們 因為我們大部分沒有拿 薪水的 沒有一定要拿薪水 都究竟的事情 所以這感覺是文化局應該做 或者是他委託一個單位來做 他跟大家的程序是這樣 另外一個剛才傅如講的那件事情 其實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這當罪名其實很麻煩來討論 像刀冰錶鐵路運輸 指定了縣陸古蹟之後 他就閒置了 因為他沒有起 你要當他任何一個凡罪 都要看過文資審查的過程 所以他跨日廢時 東京朱前立委 他當過文建會主委 他這個過程都非常清楚 他的看法是跟我們內部是一致的 所以有些東西 你覺得 不應該全部有文資的身份 對待他 把他對不過來的活化 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我們考慮的啦 對 不見得是對 不見得完全錯 這都是可以 大家公開 再把事情討論更仔細一點 然後再欣賞 大家對這事情的一致的看法 或是比較有貫視的看法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謝謝 謝謝慧琳老師 其實這個案子 我覺得 台鐵書社出的寶寸 挑戰我們對公園的想像 還有對於文化資產 你到底要用什麼方式去把他留下來 到底是傳統這種方式 還是有更不一樣的創意想像 那這過程裡面 因為所有的資訊 全部都掌握在公布輪的手上 所以大家都只能是被動的 就是只能被迫去接那些球 所以有時候 而且大家又不是迎迎國台起走對不對 大家都要上班 還要唸書 所以很多時候真的是 真是只能就是被迫攻擊這樣子 所以這一路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大家的投入 然後才今天可以走到這樣子的 至少有一個空間 可以大家來談一談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讓他保留下來 那現場好像蠻多朋友都有投入的 你們要不要分享一下 或是有一些疑問 或是大家可以再放出來討論 你們不要等到時間做一刻才搶著舉手發言 文明也嗎 文明也來 其實剛剛一直在 剛剛有討論到文化資產的身份 對於這個宿舍村的保存 或是在利用的一些限制等的一些看法 其實我要提出一個觀念是 文化資產保存 其實對文化資產的身份對保存來講 並沒有大家想講那麼的有力量 今天以蘇舍村來講 他是事動歷史建築 其他是現在有跟我們說是緩財 其實在文化資產裡面的規定 歷史建築拆掉是沒有任何的行者 所以今天整個宿舍村被推平也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 那我們把它指定為股基了 文化資產保存本來沒有規定 損回股基是有行者的 可是文化資產裡面也有規定 當股基遇到重大國家政策的時候 它是可以被遷移或是用其他方式來做保存 所以以台鐵宿舍村為例 它會面臨到高價化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目標放在高價化的關注上面 因為當它這件事情下來的時候 不管它是什麼身份 或是我們討論的在內容等等方向 其實都是在那一夕之間就會化成烏有 所以我的建議是我們還是持續關注高價化的事情 那高價化現在現況你要補充一下 這個還要關注化對不對 因為我現階段很有志 在做建築物的補查跟紀錄 所以我希望是 以目前我能做到這個功能 我先把它整出來 然後讓你這個速度說的東西 讓你更多人了解 然後進而來支持來關注 這是我目前我持續在做的部分 謝謝同學的分享 剛才我發現自己 剛才新生會之前也是 大家去動員然後去公平會這樣 然後也是稍微有擋下來 媽 我已經告假完這件事情了 要你擋下來其實還很遠 不過那個現況大概是 對我們所知啦 現況大概是因為 現況在這邊做了解案報告 是一個 好幾檔案做一個解案報告 然後中央區 結果沒有過 兩岸都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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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岸是為了地高價 一岸是要你到金馬路上面去 這樣子 所以兩岸都沒有過 那他之前開公平會的時候 剛好有機會去參與 並且跟太太區域的長官有搖過錢 我們才知道說 其實他那五百萬的報告裡面 根本沒有講到 譬如說 大家化之後 那個 那個 那種政經該怎麼辦 或者說 一定有該怎麼做 可能你都沒有講清楚 所以 原本就想到 你沒有過 但是你沒有過 對 所以請問你的剛好 昨天 那這也是到有一個小小的報告 然後他們對 那個母親的財派來問我 然後他就問我 請問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我說 做過那一年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搞假話 對 你說好 那你告訴我 有什麼贊成跟反對 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 我根本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跟 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無所謂的資訊息 我怎麼去贊成或反對 這是資訊不對勁的最大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關注 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現在市長所想要參與 市長所想要把 這個規劃事情拿回來自己做 那你要問市長說 請問要怎麼做 為什麼要做 對 就是我們要 就正在做的事情 這樣 OK 那還要問其他一個位置 很好分享 對啊 對 對 對 你今天的分享就覺得 會不會有找到很大的問題 對啊 會不會有問題 對 對 那個 換上去的 不是 所以他間要跟要來 聊聊 沒有 麥哥攻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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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情怎麼會看 啊 你們有去找找我嗎 沒有 我們 下次去 我們 這要看 我們 我們這個團體對連連蓮的 蘇社村這件事情的投入是 比較少的 然後就是我們只能去參加過 就是一次那個 為民骨骸的協調會議這樣子 文化劇神場會 對 然後文化劇神場會有去過一次 所以 就我覺得我本身 對台鐵宿舍 從整個保存運動的過程的參與剛好 剛好不是就是沒有 沒有參與到他的整個過程 算不算清楚 因為那時候剛好就是 跟那個318裝在一起嘛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在 我時候在金座啊 然後弄一些公民講座什麼這樣子 但我覺得 嗯 我覺得現在比較重要的問題 應該是在於說 這個東西保留下來之後 到底我們對他想像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利用他 到底是要把它弄成一個 像是抬發成一個可以做文創的東西 還是說 可以讓他跟在地的什麼東西 更密切的結合 還是說 不只幫我 因為我覺得這個想像是 需要大家共同來想像的 因為像我們之前就討論到 像那個公館那邊寶藏園 他們就是變成一個藝術出 就是可以由藝術家來進駐 然後做一些創作活動 然後變成他也是一個可以觀光的地方 然後那邊就是讓人感覺就是還還蠻不錯的 這樣子 然後像是 嗯 我們之前 就是我們在台北的時候有去過那個什麼 送菸文創園區 那邊他雖然民意上 他就是說是一個文創園區 但是他其實就是比較像有財團來熔斷 然後全部都是由財團進行規劃 然後那邊也就是一個很高消費的地方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東西到底跟在地有什麼 有什麼關聯性嗎 就是可能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把我們這個想像的權力 給讓度出去了話 那是不是就是又會變成那個樣子 然後而不是有我們親身的參與 跟我們想要的東西在裡面 對 所以 那你的想像是怎樣 我覺得他可以更在地一點 就是不一定要很 不一定要很文創 對 因為我覺得文創是 對 怎麼要在地就 嗯 嗯 嗯 好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海高飛 你期待在那裡有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對彰化這個地方的認識還很多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能跟認識彰化這個地方 然後然後再慢慢的就是跟誰弱的去想說 這個地方到底可以成為什麼樣 因為我覺得海底說這個地真的還蠻大的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可以整整去規劃起來的話 就會變成彰化是最大的一個賣點 對 所以就真的需要再多一次 那我給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彰化是缺什麼 我覺得 就是就一個年輕人的看法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今天會自公討論好多遍 對 你們覺得彰化缺什麼 彰化區的什麼 彰化區的什麼 彰化是你們覺得缺什麼 缺什麼 為什麼年輕人都不想留在彰化區的 我覺得缺乏機會 缺乏機會 缺乏機會 缺乏讓我們 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拉地不夠 然後缺乏一個讓年輕人可以學習 或者是工作 就是從工作中去學習一些東西的一個舞台 就是我覺得彰化是一個有點缺乏機會的地方 就是大家想找工作的話 可能像我同學他現在大學畢業要走工作 他就會想說他要先到台北去工作 然後去學一些東西 再回來彰化為彰化做寫什麼 但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留在在地工作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們年輕人畢業之後 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你在彰化可以做什麼 然後這件事情是可以讓你自我可以提升 可以成長 然後又可以為在地付出的事情 這樣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先走 跟剛才講的那個文創源區 跟我們的研究非常相關 我講一下我的看法 這當然是從英國跟德國、澳洲 跑進來變台灣 我其實跟那個朋友在你看一個 我上網看 我跟妳講 現在連木園都叫文創園區 麥林古塔都叫文創園區 你上網看就知道 所以文創園是兩個字 台灣就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國外很新的概念一進來 又那麼就丟邊了 其實那個不是這樣談 最早談創業產業 最早英國開始談 就當然它那個國家也是面臨困境 跟我們疫苗一樣的困境 就是他們在30年前發現 他們的福利業跟金融業 沒有辦法讓大部分的年輕人 踏入社會的時候找到一個位置 所以他們就很快的去發展他們的創業產業 各位聽到懂嗎 所以它整個國家的程式的轉型 是考慮到年輕人第一步創業的時候 應該做什麼 然後創業產業是一塊 可以很快顯接上 那我們台灣現在把文創 搞成社會賺錢了 所以我們講到文化就會說它是一個好生意 然後文化你就可以賣錢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在國外不是這樣談 它是跟你的那個 要做的那一件事情的特質連在一起 然後跟你合一種文化的元素 它才有辦法做 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要做了 它的創業產業裡面的 其中的一法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台灣每次想到的就是賣東西 然後就是賣吃的嘛 就這樣就沒了 所以你看華山跟山菸就這樣而已 它有沒有生產端 沒有啊 在裡面可以做你的 就是原本你厲害的東西的生產 有沒有 沒有啊 雖然又能賣東西 賣了你就覺得不錯 大家都會消費到 好像文創會變成魔的一部分 可是沒有啊 我們文化的體質還是很弱 所以每個地方 我就看完是這樣 每個地方的文創園區可能都 比如說你還用這四個字的話 就是你看賣非常對 那彰化的文創園區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我們討論出來的 不是政府決定 也不是BOT、ROT決定的 我其實有點擔心 這個委員區到最後 一定是BOT或ROT 因為政委一定跟你講不到在一起 所以它在ROT或ROT 我在猜啊 如果你這樣講出來 你聲音講出來的話 它就這樣子了 所以這樣你就會發現 那個政府它這個時候 它的政策 然後我就說 哇好棒耶 對不對 彰化的商園 彰化絲的成品 這樣它會跑出來 然後你會發現 這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耶 對啊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沒有放進去 你頂天確認做一個僱員 一個月零兩萬多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你剛才在討論那個 男女要不要近小妻 是一樣的問題 我們不是說男女不能做小妻喔 是做小妻之後 對男女有什麼幫助 這只是重點啊 你看男人擋不住嘛 可是你要怎麼做 男女人都張到人 應該怎麼做 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這是重點啊 所以其實 有一點擔心 這個地方最後 會套入台灣文創園局團的勞事 其實套入人安全勞事 其實跟展業升級 跟青年就業 它是兩回事啊 目前來看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東西本來成品就能夠做 那個東西本來永遠 我就能夠做啊 它為什麼要讓你去做 這樣給大家知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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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前面小王子在分享的時候 他就有點出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 其實依照目前縣政府對所有 所有文資空間的在利用 全部都是不是開產品 就是給他閒置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這個思考沒有翻轉的話 就算我們把它保留下來 也許最後在一時間還是想說 就是 真的就是 找一個財團 然後把它BOD出去這樣 因為這種思考 其實我們之前 在高兵德的想救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連 連 就是大家的想像是想 就是找一個財團 然後進去 進去 進去把它 可能開一個成品之類的 之類的 對 然後縣政府想要弄個大 縣長說弄個大象館 然後會不會開火鍋店 所以發現說 如果民間沒有去講出 你要的是什麼 嗯 可是我還有聽過空空放文化嗎 空空放文化 空空放文化 就是大家想的都是非常 就是 非常把文化就是你把它 就是把它標本化的方式 謝謝 吳明老師再見 對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可能是一個 體驗式的 因為我自己剛剛亂想 比如說那麼多書 對不對 也許它就是 重新讓大家去學習體驗 怎麼跟自然重新生活在一起 之類的 就是那種體驗 體驗的那種 體驗圓區之類的 可能是亂想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要回到 彰化的年輕 或是彰化的民眾 你們 大家到底想要 什麼樣的彰化 這問你要問自己 那 才有辦法去跟公公們 在談的時候丟出來 因為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的話 就是 就是 就是由彰化 彰化這些正式同仁去做決定 對 那我們希望說 就是像有這麼多年輕的人 大家可以 都會把自己的想像 要彈出來 對啊 那沒有想像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來 欸 來 你是寫意思 來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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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完全是跟財导掛波的 為了是台風那一塊土地 還有原本的公務局的車站那一塊土地來做補充 其實這兩塊土地周邊的房子都是新建的 沒有出更的問題 我自己申請可能都要文件 可以 你的車把土在這裡 車把土在這裡 這塊不是比較需要土地 這塊不是更加土地 這裡你看到的 這裡你看到的都沒有很紅 這製作是這個紅的 你就拿到這個土地 你看到的紅的都是神器的廠 都是所謂的RC鋼心水泥的房子 所以這製作都是藏心水泥 因為有些主義財財 這製作要土地 這製作沒有需要土地 都掛入那個範圍 所以這製作有納入 這製作很重要 這製作用建設定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拿出來就說 這製作是很靈亂的 沒有環境 這製作違反車的公領正義 這製作是自己的生意 這製作是財團 這製作是政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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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們市長也太含了 其實這製作的土地 這製作是要鋪入 未來做文書站 就是中華高通文書站 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結果這製作剛才 他就變成最重的 這是最偏連的 這是多製作的 其實如果說 黑茶頭要都庚 是要往南 要兩側同時進行 沒有人只做北平的 這是非常違反 都庚的概念跟東西 那我相關的文字氣數 都可以在這製作 這是我自己的一種 不是跟你們推論 未來的那製作 那製作要怎麼運用 我是跟你們說 這個案子非常不富豪 社會公平正義 也非常不富豪 都庚的概念 所以可能可以 請我剛才庚的老師 這製作 這個案子 這製作什麼 這個案子 其實來政府 也沒有頒布 內政務 還沒有正式頒布 可能這裡也有一些金子負 大家如果有時間同 我看什麼可能 在這製作 這製作 他們這製作 對 金子負 他們這製作 都沒什麼 沒什麼貨物 這製作 其實 實際上 如果是對 都庚有幫助 是對這製作 有幫助 這製作 老皇子有幫助 對這製作 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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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製作 請他打給掌課 謝謝 這種人原來是一個自然居住的這種行為 他用了一種比較清潭式的切法 然後把人的居所 他就是切割成都市要的樣子 可是這個製作 到底 人對於土地的情感 跟對於在地 他想要繼續居住在那個地方 他的這些想法有沒有被考量進去 其實都是這幾年 我們在面對這種大型的開發 開發主義的掠斷裡面 不斷不斷 我們要去面對 那這一次 這一次 對了 就是 這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臺 我們從高兵閣 然後再到 可能鐵路高架化 對 那再來就是 這一次台鐵宿舍區 那其實這個 每個背後都是 可能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們對於 彰化的這種 土地開發的利用的想像 跟在地居民的想像 也許是不同 可是好像一直沒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兩邊 就是有一個 就是對等的這種對話 那一個都是民眾被迫接受 說公廳會開 然後都在上班時間開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就開完了 然後等到知道的時候 都是看報紙才知道 對 那也許 有沒有可能性就是 原來在下班年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一想 也許來 開始跟 要出來選的這些人 對話吧 對啊 不然 可能他們當選之後 這個都不見了 然後高兵閣 可能被解憑掉 有可能 第一 那個 朋友也要分享 來 可以站起來 我有一個建議就是 因為 如果我們要 不是我這樣 不是不是 就是 如果我們要 汲取知識的時候 座位的確是這樣子 比較穩 可是當我們需要討論的時候 要玩就玩去 會轉到 不是太適合對卡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辦一個 私商王的行事 其實可以 稍微是 對 不維持 或者大家已經就不要 就坐下來了 一個圈 然後 其實 我覺得 我們需要 有更多的想像力 現在不做以後 就後果 因為像五格店 我就想到 高雄的五格店 好像是拿來做那個建道 它本身就是那個場所 所以它本身可能 很多以前的空間 都是可以直接用上來 對 而且是發揚武德的精神 我們小朋友 缺乏 活動的地方 然後 還有就是 我覺得像高兵閣 其實以前 都是文人去那邊 討論史詩 文學 所以高兵閣 如果可以當彰化的絲殺 那種的話 也很好 因為我們很缺乏 萬一賴盒 剛好在辦活動 沒空的話 還要有地方可以去嗎 對 那 我只是剛才聽各位 在講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因為我自己研究的是 民國五十年代的幼稚園 所以我聽到那個 鐵舞幼稚園的時候 其實很好奇 那我剛才來看到 它照片裡面 它有一個黑板 所以它的樣式可能比較像 小學的新修班 很可怕喔 一直延續到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 因為我的專業是幼兒教育 那幼兒園是 我覺得現在幼兒教育 他開始在啟發孩子討論 所以你到幼兒園去 絕對沒有你插畫的空間 因為一大堆人都搶著要講 可是到了小學之後 就沒有人要講 因為你只要講 就說這個 這不重要 這不會考 啊不是啦 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很多發展 應該是很矛盾的 那好 我只是想舉個例子 就是說 我為什麼研究50年代的台灣幼稚園 我發現那個幼稚園 它叫台灣一堂 員工子弟附設幼兒園 在那個年代裡面有一個幼兒園 它不是一個安全的場所 它剛開始最早它是用防空洞 然後被炸彈炸過那些凹凸凸的土地 讓孩子玩 然後大師老師教孩子 怎麼樣安全的使用那個地方 然後發現 欸竟然沒有人受傷 而且還玩得很高興 甚至老師還提供孩子玩木屑 但是就是教他怎麼玩 然後你就會看到說 什麼都沒有的那個年代裡面 他們有想法 所以他可以把那個幼兒園做到 我覺得現在我看到 我們台灣的幼兒園 我真的沒有看到 像他們那樣的不管場地 他彎一個池 他做假山 他讓孩子可以夏天的時候 沿著樹往上爬 然後穿過那個 譬如說繩索 到了樹屋之後 然後溜過那個溜滑廳 越過水池 然後就直接掉到水池裡去 然後甚至是加滿植物板 這樣子 就是我就在想說 欸 我們 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其實很缺乏 對生活的這種感受 怎麼把它貼進到我們的開花裡面 對啊 那我就在想說 那一天因為花心有辦那個 就是在從小細節一直走到八卦山去看 那個八卦山的早事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嗯 我覺得大家在家過後 都應該慢慢的寫出一些想法 或 或 東西出來 然後你只要替代你的FV 慢慢就慢慢影響別人 大家都要寫 然後我就在想說 到底那一趟 走 的過程當中 我感受到最深的東西是什麼 後來我發現說 我之前很討厭就是 我們彰化很丟臉 就是都是做一些假的東西 給人家吃 所以我都覺得以彰化為遲 可是我走過那一趟之後 我就覺得說 啊 原來那些彰化之遲 他們是財團 因為他們變成財團了 然後 我走過去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Daily養 因為他是賣茶的 那個老闆他的書本來寫得很好 他堅持賣台灣茶 我覺得我們的規劃裡面 就是你給他一塊那個地方 我們進去喝茶跟他聊天 對啊 這樣就夠了 不然我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花錢去國外 在那裡散步 那麼貴的人 花錢在散步 因為國外的城市 就是很適合散步 你就走很遠 然後你跑 甚至跑整個城市一圈都很舒服 可是我覺得 在彰化裡面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也需要這種空間 就是你走出去 不怕被車子撞啊 然後不怕會跌倒 然後會受傷這樣 然後可以坐在一個地方發呆也好 跟人家瞭解也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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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對於 像我們那時候想要討論高兵德的想像的時候 就是台北某知名Life House的朋友 他們就一直在騎 在這個地方修好之後 他們就願意來經營這樣 因為看守的彰化是沒有 沒有藝文空間 然後沒有獨立書店 然後我們想要一起進來就是 就是也可以 因為不然彰化的年輕人 那禮拜五都是跑台走嘛 去參加哲學星期五這樣 或者是 去聽那篇老師演唱 可是 彰化好像一直沒有那個 自己的藝文活動 然後工部門辦的都是那種 請歌星來唱 然後錢就這樣掃完 你知道 可是好像彰化年輕人 想要的藝文活動 一直沒有被 被看到這樣子 對啊 那到底大家的想像是 我們真的需要 多談一些 對啊 那 真的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因為之前像我們基金會在 在做那個導覽的時候 我們有想到說 就是每次都在人家去看那個 就是 閒置空間在利用失敗的那些案例啊 那就看得很生氣 然後而且歷史建築 就是讓大陸曾經被關過的警察署 就是 明明已經修好了 可能就是不給看 對 然後我們就 這工程都很神奇 那我們就想說 也許我們接下來辦一個那個 路克 插插閒置空間的一個小女性 那就是 這個東西要去帶出來就是說 讓大家 然後甚至我們想說 要來拍一個 用個什麼小小的攝影展 什麼的 挑選十大 彰化閒置空間的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因為太多了 然後為什麼我們的 最近這樣亂花 然後大家有為了 來搶救下來 結果就是都把它 在那邊當文字館 那 我們 可是彰化年輕人 就那麼想要一些空間 我們去 不管是開書店 或者說去做一些藝文的活動 甚至想要去做 不管是創意的一些產業之類 可是為什麼就是沒有空間 對啊 那我們 我們就在想說 也許接下來大家可以來小小的行動一下 對啊 不是只有談談談談談而已 這樣子 對啊 好那 欸 好來 你們大家要換個 要考慮嗎 要轉圈 要換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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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要把椅子奏起來 我們要做 隨地而坐 我想一下 就是我從3月底 4月初參加 台電宿舍保存 然後到現在 一些心得 跟這個心得 延伸出來 對他的想像 還是回憶一下 剛剛大家討論到最後說 那我們接下來下半年 或是接下來的五年 十年 我們要怎麼樣就是 去創造我們想要的未來這樣 我先說我的心得好 就是從一開始 因為剛好停留在這個照片啊 欸 張照片 大家知道是什麼照片嗎 這也是我們一開始那個 保存動粉絲專業用的那個照片 他就是在美軍轟炸台灣 然後轟炸彰化的時候 他轟炸就是 當時台灣最重要的交通機構之 就是散行車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有起煙霧那個地方 就是散行車庫 然後他對面呢 就是大家看到就是 有很多那個 日照屋頂的地方 你幫我指 我幫你指 那個地方就是現在大家可以走進去 就是台鐵出色村八項的這個地方 那當然後來很多 他隨著時間的演變 就是大概有三坡的那個建造的時間點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專照 有夢照 一開始的夢照 然後到專照 然後到RC結構這樣 然後我一直覺得 從一開始進去 然後到後來啊 我就是大概都是被 台鐵出色村召喚來的 就是我今天覺得這個地方 他是有自己的生命力 就是他想要活下來 因為他連那個轟炸 他都沒有被炸到 他就是一個老爺爺了 然後 而且我甚至是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學到很多 包括我一開始也不曉得 就是我媽媽小時候曾經住在這裡 就是因為我外公 就是本身就是台鐵的駕駛員 所以他曾經住過這個地方 他是一陣子這樣 而且後來甚至才知道說 我們大家常常在辦活動的那個大禮堂 就是鐵路公會的大禮堂 我爸爸媽媽他們 就是歸你的時候請吃喜酒啊 就是辦在那裡耶 就是那個大禮堂 當初就是這個地方的社區活動中間這樣 會出租給大家 就是租借給大家 就是請客這樣 然後甚至我還找到當年的照片 可是這些事情啊 就從小到大過程中 我媽媽都沒有跟我說 就是也許 我覺得也許很多張華人跟我一樣是 從小到大的過程跟上一代 或者是上上一代的歷史是斷裂的 所以當我們城市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所以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我衝擊滿大的 然後就一直覺得 當我們在談獨地跟人的關係 或是我們談獨地保存的時候 真的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或者是為了保存而保存 而是去想 就是在這裡面人在做什麼 以前的人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在做什麼 那個東西對大家也其實是斷掉的 最包含 我現在走進去大禮堂 才會知道說 這裡我媽媽曾經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他們在這裡辦喜酒 那對我的感覺就不一樣 那我相信在大家住的地方的附近 或者是彰化寺的一些地點 可能大家都沒有太多的回憶 那我覺得其實 從參與就是補機保存的這個運動裡面 我覺得個人有學到的是 要去關心自己身邊的人 發生過的事情 你才會連結到就是土地上的這個感情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台北宿舍村它對我而言是一個禮物 那我也覺得它對彰化而而言也是禮物 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彰化就是現在很多人 願意就是發出聲音 或者是願意出來參與活動 那也許也是因為就是整個社會氣氛的影響 就是大家開始想要參與公共事務 那以前呢 其實大家就是只關心自己的未來 不太願意涉入公共事務的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就是要 可以珍惜這個機會 那既然它有很多的天使地利 人好 因為它 它這個案例能夠走到這樣 就是大家剛聽到的其實不太容易 因為文之神異化不會那麼快召開 然後剛好這邊有它背後的政治角力 然後這張年底的選舉 所以我覺得是它真的是一個就是恩典 就是大家可以正面的思考 那其實參與運動是有很多複雜的心情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去面對的態度這樣子 這是我的心得啦 然後還有就是因為它是一個禮物 所以我對它的想像是 它跟賴和一樣 它還是可以繼續啟發很多人 我覺得在場曾經走進去過的人有多少 可以舉走一下嗎 有進去過的 大概一半吧 所以有一半的人是沒有機會進去的 那它現在是被封起來的嗎 那大家只能拿到封起來 台面上頭默默的進去 對 或者是你們想要就是想要進去看看的話 就是可以去想辦法去參與一些社團 那些團體的活動 這樣跟著大家進去比較安全 因為裡面是真的它有它的風險性 那我覺得走進去你才能夠創造 第一次你跟它的情感的連結 包含說就是被蚊子咬這樣子的連結 就是你投入越久 你就會知道那個感情的連結是越深的 那剛剛提到說 對於這個地方的想像 我覺得一開始問大家說 欸大家對彰化是缺少什麼 有沒有什麼想法 其實是很難回答的 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的教育就是 讓我們忽略去想像自己的未來 尤其說去想像城市的未來 不如說 我們對自己的未來其實沒有想像 就是我們以後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工作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我剛好是30歲 我是在台北工作 就是博士工作10年 然後決定回家鄉做事情 可是我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 我要以什麼為生 那我覺得我比較傻一點 就是我的想法是彰化沒有 適合我的工作 我就要自己開創 就是我要做自己 要做工作 甚至以後如果有能力的話 是可以提供給其他人機會 然後一起來工作的 那我覺得現在彰化 不管是彰化或台灣社會 其實缺乏這種力量 嗯 就是大家對自己的未來 沒有更多的想像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以後 台北出社出這個地方 它的發展 不是短暫的幾個月的 它可能是5年 甚至是10年的 然後工部門呢 他們要怎麼去運用 一定也是要找民間的單位 那民間的單位 大家知道 現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它一定是商業導向的 那如果我們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空間 它會發生人與人的關係 然後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它才會有意義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都讓商業導向 來主導我們的生活 那會是我們要的未來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現在大家就是假日 就只能去看電影啊 然後只能去逛百貨公司啊 然後或是逛文創大賣場 對 下次可以到宿舍村這樣流浪看 對 我覺得在宿舍村 它裡面可以發生的活動 主要不是只有商業交易 當然它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地方 它要發生的活動 是必須要人在上面 那這些人在做什麼 我是覺得大家從現在 就可以開始去想 如果是你的話 你想要在上面做什麼事情 放風箏嗎 還是說你想要在這邊 教育你的小孩子 還是說你想要在這邊 帶一些工作好 帶一些體驗 因為每個人來自不同的背景 所以才會是需要就是 是公民大家一起來參與 因為 我有就是足夠的想像 我們城市才會豐富起來 那因為我本身是 比較喜歡文學的 所以我會希望說 以後這裡它也許可以 因為它有很多空間 我是希望它也有機會可以讓 比如說賴河啊 或者是彰化文學家的故事 或是彰化曾經發生的故事 有機會在這裡面扳演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呈現出來 可能是戲劇 可能是音樂表演 可能以後賴河音樂節 有更大的場地 更好的場地 可以在這裡面 對 這就是我會想像 我希望這也是一個 可以說故事的地方 可是離那一步呢 它絕對不是一兩個月 可以做到的事情 它可能是需要五年十年 而且它也不是一次就能夠到瑞 能夠成形 所以在那之前 我們必須要自己有所行動 或者是找到自同道合的 夥伴一起行動 所以我覺得 大部分都是 就是組織化的這個重要性 包含就是 我們現在有不同的聲音跟力量 在參與這個保存運動 那其實要面臨的 也是組織化的更成熟 因為這樣子力量 這樣的量產能夠匯集起來 而且能夠一直有新陳代謝 想要下車的人下車了 因為會累 可是隨時都有心血進來 這樣才會一直有人跟工部門對話 因為工部門它是一個體制 可是民間 目前的對話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組織化是很重要 但是民間其實缺乏這個經驗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不被允許組織化 而且它可真就是需要一萬時間 那我覺得可以從現在開始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 比如說 土工美術館啊 或者是說 就是 寶藏點 其實他們是背後有一群人 然後他們 經歷過很多事情 他們是以年來計算 是以五年十年來計算 包含清水 吳昌坤大哥 就是 大家都是要集合眾人力量 然後花上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可以保持著 今天就是得到的感覺 然後就是 那個種子就是在心裡面 然後那個能量是可以在生物裡面連續 那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心力可以 就是想要 欸 投入就是組織化的過程 然後 也許這跟自己的未來也有一點關係 那我覺得 這樣就很棒 對 那這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等一下大家有興趣加入換張請 或者是辦現行程 或者請留下 你的言論法師 好 欸 欸等等 你 來 大哥 你 大哥先 然後再來是那個 大概是女生最老 可能 我不太確定可能 比我更老闆 看好一個前輩的生活 那 很高興 第二次來到 麥和基金會 再做一個幾位好朋友 很多 一件事情 那個 激江的議員 OK 那我覺得說 其實很難常備 我本身 彰化縣的 念彰化中學 六年 那個是非常早的 那個他借人的年代 我的下午是關宗 關宗先生 大家可能 哪會被人知道 所以 對這張話來講 一直 不是很了解 他很強 更常會的是 到 去年才認識 賴和先生 那 我記得來的 我都覺得蠻震撼 那 我要順便小短講 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 其實呢 賴和的一些 文章的內容 如果你們各位有去過 那個 台道前那個 抗議的 就是宗先生的 那一段 台大醫院的前面 他有一條 所謂的文學之路 肯德縣的主導 他的地磚上 就刻了很多 台灣的文學這樣的 一些 代表性的作品 文字在上面 我特別注意到 剛好 有一次經過那邊 剛好看到 有賴和的 我剛剛他講到 一句話就說 苦力也是人 苦力是 做出眾的 苦力也是 搬那個 搬運工 也是人 他們也有點粉 他們的思想 不見得 比那些 所謂的 真正的詩人 其實詩歌更差 就是 不見得比較不好 我說的 覺得就是說 其實那個 不然如果 搬到港 怎麼我認前面 不是很好呢 當然那個地方 曾經是帶來 練過書的地方 應該是以前 日本時代的 立校 也是他的 學校的地方 前那個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有一句話 明明當中 已經暗示了 三一段學歷的 單人 不是在講八卦 不是在講靈異事件 裡面有一個吳欣榮 如果 都會知道 台南 延分地代的 對這個有興趣 有一個吳欣榮 也是一個 醫生感激的作家 他寫一段話就說 以前是獨裁者 統治者 壓迫我們的明代 未來可能是 被壓迫者 被虐待者 起來反抗的明代 那個就剛好在 中山人物上面 這個是 刻在六四五 地磚上面 這個也就是 三一八 三三零 很多的 場景的 一個舞台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位前輩 我根本也不是很熟悉 明明就看出了 這樣一個 歷史的一個走向 所以我覺得今天 在這個地方 剛剛 今天我們講的台北 延書者 對不起 我也是個部門區看過 但是我大概有想像的空間 因為我目前在雲林 現在人物我上班 那雲林有一個 叫做雲林故事館 我覺得經營得還蠻不錯的 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 可以認識裡面 那個 負責那個唐老師 他一定很樂意跟你 做一些交流 因為他這個 他也是一樣是 算是 不是VOP 他也不是人才的 但是他就是很有熱心 接票這個 故事館的案子 然後他就是把他經營得 非常有聲有色 他也是個古老的日式的房子 我想跟他也說很類似的 一個地方 其實前兩天 剛好我第一次到 雨咖啡 剛剛有講到說 我那天去文職賣茶 當然也可以去旅咖啡 我不是說旅館最小的 當然你可能會起爆 你看你沒有那麼多座位 其實我第一次到那邊 他牆上有畫一畫 那個COPY的 我也蠻震撼的 我那天其實等到後來他下班 我跟他剛好有一個小小的對方 我就隨手同樣的旅館裡面的 他們有去往桌上的 那個牆上的書抓獎 是1906年代的書 不曉得 一個日本人寫的 我們的翻譯 而且彰化是早期做一些 都市更新的一本書 然後我就翻起來 第一頁 剛好就是牆上那一畫的原稿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說 其實老天爺都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我不是 我不要講靈異也不要講八卦 你一定要有意思吧 就是我隨便專程出來 翻譯就是我想要看那一幅畫的原稿 我當然不是神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的奧妙 其實各位只要認真的話 我覺得蠻感動的 很多人的經驗這個地方 那我也跟各位做一點小小的分享 就是說 我去過了松山那個派北松山的創區 就是現在很大的地方 我有去過花蕾那個酒廠才見的地方 我有去過嘉義的那個 所謂的快樂村 看到塔諾電影都大概也知道那個地方 但我覺得有遺憾的是 很多地方都是被採訪把持的 都是非常商業的利用 真的很少做文言文的 非常的少 我們剛才也聽到說 將來海底這個宿舍區 有一個所謂Live的詹演場 紀念的詹演員 或者說其他的文學家 詹演員的地方 或者故事館都好 然後我們的學生們可以很輕易的 去接近這些警備們的 所做所農 所有的一切的過程 這個是我最大的信念 其實 我看到你 就想要看到 另一個Live 在這個情境上 逐漸在茁壯的模樣當中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人在 跟Live的模樣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某種氛圍是很相似的 我們還是對某種 看不見的那個力量跟嘲諷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自己能夠更多的暫行 更多的研究 把更多的資訊 互相的交流 然後呢 我覺得很盼望說有機會 包括像剛才講的那種 漢章青 跟這邊還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做得這樣 讓我們彰化這個 曾經歷史上非常 就這麼多偉甘的前輩 非要的地方 能夠再重新燃起他 生命的光輝 謝謝各位 謝謝 所以我們要看不見的力量 讓我們聚合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預計到五點 然後時間有點 delay 然後我想說最後 你們是不是就請 遲想 然後拍分享完之後啊 我們就今天請 今天兩位女孩人 就是做一個總結這樣 有話說了 好好好 這樣讓大家都 大家考慮時間收集一下 大家好 然後剛剛就是在剛剛討論下 就是有提到一些對城鎮的一些想像嘛 然後記得提到要把握年底的選舉 要跟候選人做更話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的籌碼就是選票嘛 然後傳達我們要的那個未來 對 然後所以針對這一點 然後我們就是有幾個人 我們想要做一個計畫 我們想要先找髒話 現在有的公民團體 然後就是 啊 所以是不能咬的 OK OK 好 然後就是找這些公民團體 然後可以一起來蒐集一些候選人的資料 包括他那些經歷、背景、證據什麼的 然後在選前做一個候選人的網路平台 就是一個網站 然後裡面就會有他做一些事情 然後你們 然後一般的民眾可以通過這個網路 然後去看這些資料 去找出你心目中比較想要投的候選人 對 然後我們現在 就是目前是有跟這些團體做洽談 然後也預計有要在8月開一個會這樣子 然後如果說到時候我們的網路平 就是一個網站真的做起來 然後也吸引到更多的人關注的話 我們也可以進而去要求候選人就是開那個證件發表會 對 然後我們可以可以直接的跟這些候選人做對話 然後了解他們想要的他們他們腦中的政策是什麼 看有沒有跟我們是比較比較相近還是比較被告而辭的 對 然後如果還可以的話我們還想要辦一個那個辯論會 對 然後包括就是大家所關注的議題 自己熟悉的議題 然後包括跟一些專家做討論 然後到時候在辯論會的時候 就是可以跟這些候選人去做那種辯論的方式 對 然後去傳達我們公民比較想要的是什麼 未來 對 然後進而請 就是有一點要怎麼表態 對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就是你們就是有想要加入計畫的話 等一下也可以就是找我留個臉書 然後之後如果臉書會有一個討論的一個社團嘛 就討論這個計畫的社團 然後就可以把你加進來 然後最後可以分工那個選 就是找候選資料的那個分工就可以找大家一起做 謝謝 好現在好多行動我都需要大家加入 好那 好那 那個 你之前一直 好 好 稍微坐一坐 我對 就是這個想法還是 我的想法還是要前堂保護下來 然後 要跟這個善行車站做整體的對話 所以我今天才會丟出新的資料就是說 這裡面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路根的問題 包括它的文化性的問題 它就我自己掌握的時辰 就是寡貴的時辰 就是寡貴的時辰 內政部還沒有正出頒布 所以事實上我的想法是要 要這個獨根這個不公不義的 沒有不符合公民正義的獨根計畫 這是我第一個想法 對於這個整個書 所以我暫時沒有去 向你們想像說 那個內涵到底未來是如何發展 未來是文廠等等 這樣子 我還沒有去想念 我只是說 這個其實應該是要做整體的規劃 那今天 涉及到的彰化整個在發展後 這是一個獨根案 彰化一個獨根案就是這樣搞的 就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們不發生的話 這個未來的所有的獨根案 是不是真的會被裁判綁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彰化未來的整體發展 有兩個很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彰化市 是在台灣 部市價位來的 通話鏡頭最賣的 只有一邊通話鏡頭 這是中 全台灣沒有人這樣做的 人家超多都通話鏡頭 沒有六邊 現在彰化市 正在做通話鏡頭 也沒有通話鏡頭 已經高高了 所以你如果關心中的 是要比較自高的去考慮這裡 一場路去看那個通話鏡頭 不然我們一點一點在跟人家打 我們現在在幕後 一點一點一點跟人家打 要做什麼事情 是要站那麼高去打 所以 人家只是在說 我會發觀點 我會發觀點 我也會發觀點 我會發觀點 不然你跟人家說 我會發觀點幾度幾度 其實你這個界階是有合理 比較重要 後來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個通話鏡頭 這個通話鏡頭 是有很大的 第二就是 現在這個通話鏡頭 要大家去看 裡面的細節 是不是負荷 市民的要求 這是第二 就是現在在說通話 這個通話鏡頭 就是大家現在 政治人物 正在開支廟 就是涉及到鐵路高架的問題 我們要對鐵路高架的問題 我們要對鐵路高架的看法 是什麼 所以要去做這個經濟的生活 因為我們可以到舊宿社 未來經濟發展 所以我們要去做這個經濟的 通話鏡頭 絕對有關聯 最多是通話鏡頭 到底要有多少文義空間 要有多少特別空間 我們有通話的生活 我們是不是有請老師 來跟我們作為來討論 到底我們有多少情人 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怎麼運用 我們希望它的空間要怎麼利用 我們應該要用這種觀念 去思考 代替這個土地未來的發展 所以我就是 等那些觀念 讓你們去思考 通話鏡頭要關心 第二 鐵路高架要關心 因為鐵路高架 絕對跟這個土地未來的發展 有相對 有密切的觀念 也趁機跟散行車站未來的發展的觀念 所以我很讚證 當地人物就是要去那邊 公民團特 就是要利用你的 公民團體的全球優惠 但是 要怎麼發出的教廟 就是發出文義客的廟 這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們 就像 我們這代的 我們錄的是 垃圾填牌 垃圾填牌 中各文化樓 東東神祭 張兵 火力發電廠 就像我們 比較沒力的人 都跟我們一起 所以我們運用的是 尋規體會用到法規 法規 剛才法規一定要很清楚 我個人 對環國的法規是比較清楚 這 我會怕我當年學生 這個我認為 法規上是一定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 如果是要用法規去做法 他想我簡單表達 三項 四項 我再重複一下 一 段經的問題 是有學生 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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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發了信 可以得到 中華室的通話 碰到我們 要去 關心 關的到 牽涉中華 自高點的角度 然後提醒我們 就是我們其實不是只得看點的這種搞成問題 就是整個要想的是全盤的彰化 彰化式的整個到底發展是什麼 那這個過程裡面 像玲世玲世 他接下來就是透過環境運動要轉到 就是用參選先緣的方式 然後去做後續的一些解讀跟發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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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剛才去做政治運動的特徵 給你排斥 像我們現在跟吳勝老師說張藍產業元器 一開始我也有參與我懷孕 現在其實你跟這兩個政治運動說的 他們心中都沒有回頭的生活 所以他們根本的都不加參與 中華到這個發展 這是關係 張藍產業元器為什麼吳勝老師會跳出來 後來我會 吳勝老師一直要我過去參與 果然發現說原來彰化的政治人物 他沒有整體的思考 他們對中華和氣和喉 中南財源經 他們為什麼不敢表態 各民國不敢表態 他絕對不敢表態 你寫的誰都一樣 你他們也不敢表態 絕對不敢表態 你怎麼跟別人都沒有 真正是 有時候你就要去教育 因為 我們有很多很多閒置的工業區 我們不是沒有這個 這個三業是真的需要發展 因為中華兩個 正新輪胎和建材輪胎 正新輪胎 正新輪胎是世界最大的輪胎 你說我們在這一定要有輪胎 輪胎 輪胎形成界定當然 你一定要去控制 跟污染越好 但是 地點的選項 是我們的經濟發展 所以我在想 就很忙去排斥政治人物 你一定要跟政治人物 說服他 逼他也好 第一步 沒有辦法說服他 只好逼他 不然就是 再不能逼他 只好修理他 再不能修理他 只好跟他對抗 這是我的想法 過去我們跟翁縣長 也是有長期合作 我們在合作熱勝天 如果沒有他幫忙我們 我們熱勝天才不可能 這個是我們 那個過程我誰到說 如何去跟政治人物這一處 跟他教育他 抱歉 比較多的心 謝謝 好 剛才我們就來分享 其實要跟政治人物接觸 也要看公平的力量到哪邊 不然的話 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沒有做一些準備 也可能到最後 政治人物要 你要跟他怎麼 要去換跑他看 或者是跟他角力 其實真的是要需要一些智慧 尤其 又是一個資訊不對等的狀況 那剛剛 剛剛那個 李之前一直講 對 就是其實有一些 就對張望那個想像 也許我們換張經可以考慮一下 也許未來的論壇 可以把這些議題放進去 然後讓更多人去關注 因為其實我們在張望 遇到一些 可能是四五十歲 中高齡層的一些長輩 他們也許不是地方的庄角 可是他們很關心 比如像那個 鐵布高家話的一些議題 大家都是會私下會討論 可是一直沒有一個 比較好的場合 讓這些議界變成自己的名義 那也許都是 比如說市長 或是縣長 或是縣議員 他們的庄角說了算 或是村里長說了算 對 那怎麼要讓這些 在地的名義浮上檯面 然後讓更多的 對於彰化的想像 發展的想像 被彈出來 也許是接下來 我們大家可以去思考 說怎麼去做 對 剛剛 你一直講到 就是那個張南平原的部分 我 你們兩個要先準備做總結 然後我打個小廣告 就是 因為張南平原 那是彰化縣 彰化縣其實是個很重要的農業縣 可是因為脆路的這種區域開發的觀念 一直把工業區丟到農業區去 那這一次就是被看中就是那個 張南平原就是 好像西州的水柔村那邊 對 那這一次就是 呃 這個 這一次就是說 本來是農民在種田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要 現在不要把它 本來就是說要徵收 然後變成 讓這些輪胎工廠進駐 可是因為民意反彈 所以他現在改口說要用租的 可是不管是用徵收或是租 其實都要去考慮的問題是 為什麼 本來是可以生產 這麼多 呃 糧食的 或者是蔬菜的地方 為什麼你要 擺來就是做 污染的工業去開發 這個是我們從 火光石化一直 抗爭以來 其實不斷不斷在想這些問題 那 呃 下個禮拜一就是 幾號 21號 21號 對 7月21號 早上9點帶 對 嘿 在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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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政府對不對 對 在彰化縣縣政府前面 就是大家 如果你空的話呢 一起來入貴走貴這樣子 絕對不要錯過 對 然後 早上10點會有個記者會 那 歡迎大家都是 呃 一起來 就是一起參與 就是 跟縣政府抗議啦 對 這個 這是抗議的行動 因為如果民間都沒有 沒有聲音的話 會覺得說 啊 大家會同意說 就把這些農民的田 全部就是來弄 污染的工業去這樣子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呃 還是 反萌 因為這是不是反萌主咬嗎 對 是運營 彰化反萌聯盟 對 好 那就是 有時候禮禮大家可以去一下 對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去一下 就是有空的人可以來 因為我每天我們都在吃 彰化棉眼的食物 蔬菜水頭或者是道理 全部都是 可是很誇張 它是在一個特農區 農業工業區 然後全陣子我們參加環評會 最誇張的是 土基會 它竟然要把農業區的 那個檢測 檢測值要提高 工業區要降低 可是農業用地的污染源 來自於工業區 我覺得他們是很瞎 而且又有很多學者在那邊 我是覺得 我現在很不注重台灣的學者 我覺得很公平 沒有啦 還是很好的學者 沒有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說 我們要有一個平台就是說 不好的學者我們拿出來給你 大家不要修他的腿 讓他有壓力 不能好我覺得我不擠到他 不能說讓那些 因為我覺得台灣政府有很多 我們找很多學者當白手套 當財團的白手套 我們不要讓眾人戒指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讓學者有所戒指 不是說他好像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走很多環評會 環保署署長也講過一句話 他好像 他說我們都不擇手段 就是說我們不要那麼辛苦 他如果他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的話我們就不用那麼辛苦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是這邊要說一下資料 就找到什麼意思 希望我們可以讓他們變成正常的人 那個 因為張蘭明元這件事情啊 就是他7月25號就要做決定了 所以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7月21號 禮拜一早上9點半那個行動 蠻重要的 就是 吳聖老師還有西州的農民 他們大家會出來就是 來抗議這樣子 那 生活大家在彰化 如果你在彰化會談的時候 你每天都吃 農民辛苦種出來的 米跟菜 奶蛋 其實彰化有非常多豐富的農產 那如果你在意我們的糧食安全的話 就是 禮拜一早上 大家一起到縣政府去 就是表達新生生育農民這樣 那如果要去的朋友應該 我們應該找 婚章青勞 對 就找他們報名吧 就這樣 好 那我們 不用報名 大家指控去 好 是一丟一丟的大家路過 好 那我們是最後先請 你們想要先做結尾 好 那 蕭蕭蕭 那個 我怎麼還講 因為他還是在聽太多東西了 嗯 那 第一個就是 我想講的就是說 我常常都講說 回來到 就是從外地 回到這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 大家 呃 因為今天有目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 不夠了解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其實不夠了解 自己去做 每一件事情 那我們如果 都會用各種各種方式 去調整自己的地方 然後才幹嘛站出來 為自己的地方 講一些話 說一些 然後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在跟這樣的話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如果說 未來 呃 比如說 像 當天這邊 或者是 像 那樣子辦個小語氣 來到這邊的小語氣 其實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來 大家理解 你所居住的地方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目前 也剛好透過 一些火環 正在整合 整個彰化線的一些 親密團體 各種團體 的一量的集結 讓我們可以真偽 做到說 團體之間的連結 並且懂得 重新去思考 這層次方法 到底該怎麼做 然後 所以很多年輕人 回來的時候 一定會面臨到 鬆軸的問題 就是到底該怎麼 沒有活下去的問題 那 這個東西就是 對於很多 古今或者是行程後面 發展的一個想像 說這些人 你可以在這裡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自己也是 當你開始有想像的時候 當你解釋的時候 你開始有想像 你開始有想像的時候 就開始行動 這個行動就會改變這個地方 然後從很小地方開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呃... 我順便講一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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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活動 明天要再講 另外還有活動 明天是那個 各位知道彰化的名村元嗎 尼村元 尼村元 你各位知道嗎 彰化最老的一個曲管 各位給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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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聽一下 我看外遊四大曲管 那是最老的一個曲管 然後明天派了一個... 呃... 尖... 尖... 就是那個... 他們西琴王爺的... 典禮 現在它是有一個 年輕... 有一群年輕人 到那個... 很老的曲管裡面 去跟他們一起學習 然後重新去整理這個地方 那他們這個地方 有點... 不一樣 那... 過去裡面有很多很多 那個... 老東西 包含樂圖啊 包含... 他們所有的那些工群 都已經被整理得很趕緊 不健康而我去看一下 然後... 大家有COMEH 裡面有一個... 演出 有一個很... 很棒的演出 這樣的地方 然後像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生活中 你... 不曉得的事情 或者說其實... 很珍貴的... 呃... 文化傳承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要去了解它 然後去參與它 就會變得更好這樣 然後有機會就要去咖啡咖啡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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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請玉米 好... 各位朋友 就是我覺得今天是一個 很珍貴的機會 所以我想還是回歸到 台鐵宿舍村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那個 閒置空間打卡這件事 因為我很擔心到 台鐵打卡的時候 變成... 因為它目前是在... 志工默默在進行當中 但是... 如果去打卡了 我怕因為在地人 說真的台鐵宿舍區 跟在地人的連結 是不是很緊密 我覺得我們目前從訪談 老住戶的一些資料裡面去找 好像一半一半 因為它自成格局 一邊鐵軌 兩邊水溝 一邊民生道 民生地下道 所以就算附近的居民 有時候也沒有走進去過 但是... 但是裡面的住戶 跟彰化室的其他居民 有時候也有產生一些連結 對,所以在地居民 對這塊地方認為 它可能是蚊子之聲 應該要儘快建設 有可能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我還沒做全面的調整 所以如果去那邊打卡 會不會變成... 加速它的建設 可是那個建設是一種破壞 就是我覺得 我還是要提出這個疑慮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大家已經有... 可能有喚醒彰化青年了 或是其他的團體的朋友 我們宿舍村其實也在想說 怎麼樣去組織化 但是因為說真的 我自己本來就是一個小志工進去 那後來發現 就是必須要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到目前就是我覺得 在統整人力上面 或是要做什麼事情上面 我也還在學習 不曉得有沒有一個天使 可以出來教我之類的 或是說有沒有更多的人 可以一起進來幫忙 但是目前確定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禮拜天可以走進宿舍村 就是8點半的時間 如果你時間比較晚 你可以試一下跟我聯繫 然後我們就是會進去宿舍村裡面 做打掃以及測會的工作 那另外第三個就是 不曉得說那個網路平台 就是分享平台有沒有可能出現 那不曉得在場的志工 有沒有人有這方面的... 就是資源或是說專長 可以幫忙催生就是... 宿舍村未來願景的一個 討論的分享平台 OK 我大概上次到這裡 然後就是...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是陸大...陸...陸俊穎先生 就是想要麻煩他 就是對宿舍村 再跟大家做最後的分享 這樣子喔 不好意思 因為我就算是玉米媽媽的幕僚好了 還是... 就是... 因為我大概是從... 三點半開始討論的時候進來 然後就是我發現... 就是彰化的... 因為我不是彰化人 我是台... 我從台東過來的 然後就是... 我發現彰化的朋友就是... 就是很...很...很... 很踴躍的去發言 然後致死說... 其實今天的討論有點離題的很嚴重 就是好像有一半以上的時間 不是在講宿舍區的事情 然後所以我簡單的幫大家去整合一下 就是今天可能... 大家發言裡面跟宿舍區有關的 然後但是只有講到一半的事情 然後這些一半的事情 其實對大家來說都還蠻珍貴的 然後可以在待會結束之後 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然後思考完之後 也許在下一次這樣子的場合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事情再提出來 然後讓這些事情可以更聚焦 因為今天... 因為大家都是志工 我們剛才主持人在過程當中也有提到 大家平常都有上班 所以其實在能夠這樣聚集在一起的場合 其實是非常珍貴的 然後所以如果能的話 就是在每一次的聚集 都能夠讓一些事情更聚焦的話 也許對於這個公民的行動會更有意料 那我剛才有簡單的話的幾位發言裡面 有了一些訊息 就是...其實剛才大家有提到很多我們 這兩個字 就是我們想要怎麼樣 我們想要怎麼樣 我們想要幹什麼 為什麼我們沒有 就是...其實... 公民運動裡面 其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把我們這件事情 特別去強調的時候 它反而會讓這件事情 反而失去了焦點 或者是讓我們要講這個訊息的重量變輕 因為我們所對抗的 或是我們面對的是政府單位 那政府單位 它為什麼要面對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大姐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要去檔下文資審議委員會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法人的名義去發了一個公文 所以法人這件事情 其實是提醒了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提出這個訊息 就是我們今天很多大家聚起來的訊息之後 我們應該要用怎樣的立場去做這個發聲的動作 而不會是我們 其實我們在六月說那次文資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有在提醒你 然後他說 其實大家都很熱情 然後在一些公開場合的時候 會一直很詠越去發言 可是那個發言 其實對公部門的單位來說 都是你們 那你們是誰 所以其實今天 當緩猜這件事情 比較確定之後 其實大家要慢慢去思考說 我們應該轉化成怎麼樣的立場 去整合所有大家認為的訊息 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去發聲 而不會是個別的或是閃的這件事情 那就是有人想要在裡面賣Live玩 剛才有朋友說要在裡面泡茶也好 然後剛才也有提到Liveband這件事情 其實高兵格這個東西 台北的Liveband的朋友 就是其實有很多東西 它是閃的 那我們要如何把這些 也許都是很正面閃的訊息 整得出一個有系統的東西 然後提出來 然後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東西大家可以去思考 慢慢的說 除了我們之外 我們應該用怎麼樣的方式 剛剛有一位準備選議員 大家都有提到 那個層級的拉高 這個是一個提醒 但是有的時候 是不是那樣 剛才主持人又提醒大家 是不是這麼適合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其實剛剛那個 南華大學老師有提到 為什麼我們台灣到後來 只剩下松菸跟華山這個事情 大家其實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因為有太多的我們 沒有辦法被政府挺進去 所以才會有華山跟松菸這件事情的出現 因為政府它是用體制在看事情 不管它是爛的體制 還是好的體制 但是因為我們要利用這些空間之後 需要非常多的資源 但是我們台灣常常去取經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英國或是德國 我們工部門去取經的時候 往往去看的那些成功的案例 不見得都是當地工部門 所push出來的園區 所以我們只看到成功 可是我們不去研究人家的過程 所以到後來我們台灣去推華山 推台中的塔塔 推嘉義酒廠 然後推台南國在旁邊的那個園區 到後來其實都推了 自己都沒有力量 所以才必須被迫的 用OT的方式出去給原流 或是給成品 所以當我們去提出來 我們新的這個意見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能只提標題 如果我們提的標題再怎麼好 那政府單位其實他沒有力去 沒有辦法沒有力去執行 給他這個好意見的時候 最重要的答案還是松菸還是華山 因為就是有錢人 他可以把資源引導進來 他才有能力去把空間去做整備 那我們其實今天 公民團體其實 由下往上推 跟政府單位從上往下推 其實我們其實真正需要 是中間兩邊都推不到那個地方 其實是對大家來說是最好的 可是我們每次都推到一半的時候 就卡在那邊 然後讓財團進來 然後致使大家有這樣子看到 不是這麼願意看到的結果 所以我們其實 今天的意見整合完之後 我們除了提出好的意見之外 我們要去思考說 這些好的意見有沒有辦法 是從民間的角度去做部分的執行 我們才會有機會讓那個東西 慢慢的趨近於我們所想像的東西 而不是把意見丟給政客之後 然後期待他幫我們完成 這是我們 剛剛大家 有幾位老師講 然後我覺得講到一半 沒有繼續講下去的部分 然後 有很多東西就是 我在FB上面 有時候提醒綠米娃娃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 走到今天為止 從可能也許二月三月到今天 其實有很多的 志工夥伴 其實所擁有的是熱情 然後去參與這個事情 然後但是我們其實慢慢的 剛剛有一位 妹妹剛才有提到說 有一些志工團體 所整合的那個活動 其實這個東西 是一個蠻關鍵的事情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人力資源 在未來除了打掃之外 也許在整個園區整合之前 或是整個園區修復之前 展望當地 有多少公民團體 有可能可以進駐這些空間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選項 就是讓這些 有了新的軟體的機能 在商業機能進去之前 可以先進去這個園區 去做一些使用行為 不見得是活動 不見得是抗爭 他一直去使用行為 然後因為我們目前台灣的這些 這些顯示空間大概發展 只有兩種狀況 到目前為止 第一種是剛剛所講的松菸跟滑山 然後第二種 就是像現在台北市政府 在推的那個URS的部分 但是URS它在推的部分 其實造成很多的爭議 前幾天有一些媒體 媒體也有提到 就是我可能要進駐一個空間 我需要花一千萬 先把它修好 然後修好之後 我才能再去做承租 我還要給租金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說的兩邊這個事情 那剛剛那位 擺頭髮大哥所提到的那個 抖六的雲中接的部分 那個其實也是 抖六的雲雲化局 把房子修好之後 去做承租出去的 那未來這邊會有怎麼樣的方式 其實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些初步的討論 是完全公務門的錢進來 然後在軟體進駐呢 還是部分公務門的錢進來 然後在軟體再進來 這個其實都可以先提 慢慢的先歸納一些意見 然後在年底之前有機會的時候 才可以把它給 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去做發生 那我以上大概剛剛幫大家整合的是這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其實我想今天這個場合是 應該是 台鐵市場的搶救運動以來 我覺得可能是第一次啦 只是大家坐下來 去討論到底大家想要什麼樣的 台鐵宿舍的未來的願景 那這樣子的討論 今天也許只是第一步 那剛剛那個分享我想說 可能對於菜類型中的 不管是搶救運動團體或學者 我覺得大家都要去想的是 真的到了 就是是不是真的已經到了 啟動未來想像的那一步 還是說 還有一些事情是還沒有解決的 那我覺得今天的討論 未來還有可能再做更多的 就是看更多生意 不是只有在場這些人 然後包括說還有更多 對這個 台鐵宿舍群 就是有一些期待的 不管是彰化戰利居民 或者是說 在旅外關心的一些彰化的年輕人 我覺得這個都在一起討論下去 那那個討論到底要怎麼樣落實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覺得那是對所有參與搶救的人 應該很大的挑戰 因為 當你啟動了討論 就是代表了 你要開始跟工部門去 就是去談下一步 那大家目前這個搶救運動 是不是已經到了那個階段 還是說你還有很多 還要做的事情 對這個我覺得 可能都要再繼續 就是都要想一想 對 那我想說今天很 真的很感謝就是 就是哲學星期五台 早上會來相話辦這樣一場 那可以讓大家有這麼多的討論 那希望 這個討論不是只是說說而已 真的是要耗了力量 然後讓海鐵宿舍群可以 繼續往好的方向走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 今天是不是就到了這邊 那真的很感謝大家的參與 對 好 不好意思 那總統 來 謝謝 謝謝 就是 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就是 也許今天看起來 好像有點離題 或者是什麼 可是這樣 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向去思考 就是說 也許彰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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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缺少 這樣子一個空間 或者是論述的平台 那在這 就在這麼一個 短短的下午之下 我們好像 可以說 讓彰化人 或者是彰化的市民 開始去激發出 不只是他 從海鐵宿舍到 鐵路高架化 他一整個都市的想像 那到底是什麼 那 那沉學星期五他的態度就是 我們 希望大家都來談 談各種不一樣的 也許下一場 我們可以開始去討論 各位更在乎的 他要怎麼形成 或者是鐵路高架化 我們 最後的態度就是 當一個起點 讓大家開始去 針對這個議題 有所關心 有所關注 然後開始去行動 不只是談而已 我們要開始去行動 那我 非常謝謝說 今天大家 這個 我們 我們 出道會 寶地 能夠 得到這麼多 不只是台中 而是彰化 然後整個 中台灣 對於現在 大家的 中部人的想像 然後這個地方 應該要怎麼樣的發展 別 不同於 還給不同於高雄的 想像的方式 然後非常謝謝大家 那我們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在台中中區 民族路35號 一個好辦 它是一個共同生活 共同工作空間 我們每個禮拜五晚上七點 那我們每個禮拜 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都會在那裡 有一個沙龍 有一個論壇這樣 那也歡迎各位來參加 然後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